各位好朋友今天又來跟大家介紹 咱們的眷村美味 所謂的眷村食品對我來說 就是把冰箱裡面有什麼菜就把它拿來做掉了 沒有一定要怎麼做才可以 但是我們河南北方有一種麵食是用蒸的 叫做河南的蒸麵 今天就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首先看一下它的原料非常簡單 我們今天買了兩斤兩斤的拉麵 今天用的是粗條的拉麵絲的喔 這個一斤二十塊三斤五十元 它的焦頭包含了豆芽菜 五花肉稍微用醬油先醃一下就可以了 大白菜 咱們北方常吃的豆角 不管是蒸麵燜麵都用豆角 冰箱裡面剩下來的木耳自己種的辣椒 還有蒜頭 咱們就來示範河南蒸麵怎麼做吧 首先第一個步驟要把麵條拿出來鬆一下 看起來不多齁 可是一鬆起來就很多了 這種麵條吃起來特別筋道 把它稍微鬆一下 這種是拉麵 拉麵 它含水量比較高 刺起來會比較Q 而且蒸起來才容易熟啊 附水 但是為了避免在蒸的過程當中 麵條黏在一起 所以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在麵條上面拌一些油 用一般的沙拉油或豬油 挖蒸油都可以 讓麵條表面沾一些油 它待會兒 蒸下去之後就不會黏在一塊 大家看一下每個麵條上面都沾了一些些油 這樣就可以了 待會兒蒸的時候就不會黏在一塊 來我們現在處理第二個步驟 我們為了讓麵條不要黏在這個蒸籠上面 我們在蒸籠上也要抹一些油 很簡單的就用餐巾紙啊 上面沾一些油 把它抹在這個蒸籠的底部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步驟不能漏了 完了我們就把剛剛拌的這些麵條啊 把它鬆散一點 把它鋪在這個蒸籠上就可以了 好 這個樣子我們就準備上鍋蒸了 大火上鍋蒸10分鐘 這麵條比較粗蒸10分鐘 細一點的麵大概蒸8分鐘就可以了 好 好在大火蒸麵第一次的那10分鐘之內 我們就開始來製造焦頭囉 我們用的是生鐵鍋 很多人都說要用多好多好的鍋子 不用我們這幾百塊 老公這一個多少錢 300塊左右 300塊的鍋子就非常好用 五星級的大廚也是用這種鍋子 一定要燒到它冒煙 冒煙以後 我們再加油 這個時候它會把這個毛細孔 都封住 這樣等一下就不會沾黏了 不用買那個不沾鍋啦 不沾鍋很容易就壞掉 好 想當年我們在眷村的時候 哪有錢買這麼好的鍋子 對 好 好勒 蒜頭 剪下蒜頭和辣椒爆香 這跟我們小時候一樣 辣椒都在院子裡面中了 然後下那個五花肉 讓它稍微炒出一點油來 它比較快 outlines 落至他們的筍段 筍堆太出門了 豆角 白菜 木耳 統統加下去就對了 青菜有什麼菜就加什麼菜 對 青菜麵和肉麵都可以 青菜肉一起壓 這樣我們加一點醬油 一方面調味一方面調色 第二個 滷麵要讓食慾變得更好 看起來更好吃 一定要加一點老抽 老抽不容易買到 老抽是上色專用的 通常是在大市場裡面的那個 南北雜貨店裡面 你們去問 就會找到老抽了 他做出來的顏色會特別漂亮 加砂糖 調味 它會中和鹹味 然後加一點點少許的鹽巴和味精 鹽巴 這個焦頭因為等一下還有麵 所以我們會下的比較鹹一點 對要炒稍微鹹一點 然後待會兒我們還會再加一點點水 這個水加一些就好 因為這個白菜它等一下也會出一些水 如果你沒有加白菜的話 水就直接加一些 因為我們這個焦頭等一下要焦到麵上面再蒸一次 所以基本炒 有味道有顏色就很棒了 稍微炒到斷蒸就可以了 稍微炒到斷蒸就可以了 好現在水開囉 我們覺得加一點點米酒會更香 胡椒 胡椒是一個重點 白胡椒可以多加一點點 這個胡椒是我們自己磨的 就是拿那個胡椒力自己打 這個比較香 對 其實黑胡椒和白胡椒都是同一種植物 只是帶著殼下去磨的 就叫做黑胡椒 去了殼磨之後再磨出來的就是白胡椒 白胡椒加多一點點我覺得挺香的 來最後 我們把豆芽菜放上去 只要燜到斷蒸就可以了 稍微攤開 鍋蓋蓋起來 現在就等麵熟就好了 這時候燜一下把火轉成中火 不要那麼大 這樣白菜會出水 大家看囉 右邊的鍋子在蒸面 左邊的鍋子做焦頭 咱們休息一下 還有五分鐘就可以看了 十分鐘到囉 剛剛蒸的麵條大家看一下 變成黃色了 我們現在拿到這裡來 熱氣騰騰 哇這麵看起來就很好吃 很漂亮喔 把它稍微鬆一下 麵香味都出來了 因為有抹了油 所以它每一條啊 都還是分開的 就不會黏在一塊 把它稍微再攤一下 燙一下 一點點燙 鬆開一點 好 鬆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上焦頭囉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炒好的焦頭 悶了一下 我們現在要把它澆上去 這水比較多 對 因為有白菜的關係 現在出水了 所以大家在做的時候 有白菜的話 水就可以少加一點 先加一些水就好 對 湯汁啦 湯汁就比較不夠 等一下不夠再加 好 先這樣 現在把它拌一下 讓麵條跟剛剛的焦頭 充分的拌勻 並且吸一些湯汁 好香喔 都是鹽 大家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嗎 NO 已經很漂亮了吧 好嗎 嗯 其實汁液 也吸得差不多 也吸得差不多 再給它吸一下 就這樣給它攤熱 讓它吸水 好 吸個兩分鐘 我們就準備再上鍋 蒸第二次 好 這個時候你也可以嘗一下味道 夠不夠鹹 然後再隨著自己洗後 去調味就可以了 嗯 好吃 味道可以嗎 可以可以 可以 這個時候如果覺得味道不夠 還可以再補 對 就讓它再吸一下 對 因為這個太粗了 這個麵 細麵就不需要了 就不需要等 好現在15分 我們等了5分鐘了 麵條吸夠了 水也開了 我們就再把它放上去 大火 然後 要蒸第二次 把麵再蒸熟 對 而且讓它變得更筋道 對 更Q 其實剛才偷吃已經很好吃了 只是麵還沒那麼熟 對 對 它味道再更融合一點 好 大火再蒸10到15分鐘 好我們蒸了10分鐘 我們現在要開鍋囉 嗚 大家看一下 太棒了 好香啊 我的麵條有比較膨脹一些 麵條膨脹起來了齁 就是中間那一次 焦頭的水要夠 讓它吸夠水了 再下去蒸第二次 它就會糊化 這個麵條就會又Q啊 又筋道 然後味道又入味 好 大家看喔 成本200塊 就做出這麼大 滿滿一盆的 道地的 河南北方 蒸麵 再嚐一口好了 來 哇 香啊 你這麼大一盆 太好吃了 好Q喔 嗯 可不可以吃一口看看 QQQ喔 好不好吃 話這邊 我是一個好 可恥的這麵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